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精灵意志将于3月11日发售 而这款未公开的ARPG游戏正在开发中 今天死亡细胞公布了一则更新公告 游戏新加入体验旧版本的功能 开发商表示很多玩家反映游戏更新太快 自己跟不上节奏 并且开发商也想把旧版本存储起来 方便玩家和开发人员回顾死亡细胞的发展历程 所以现在开始 玩家可以在Steam游戏库中的死亡细胞属性中 选择测试版后挑选版本游玩 从最初的YA版本开始 每一个主要的迭代版本都有 该功能目前只在Steam平台有效 近日一名国外游戏分析师发推表示 最终幻想15的全球总销量累计890万 成为该系列第三畅销的游戏 仅次于最终幻想7和最终幻想10 并且很有可能达到了900万加 或者突破1000万的销量 去年因为个人原因离职的最终幻想15制作人田田端 曾表示他和团队当初的野心就是销售1000万套 另外最终幻想15销量达到890万套 也不是该分析师首次提出 该数据呢是在10月份 日本游戏媒体forgamer的一篇文章中就曾出现过 万代发行的漫画游戏 火影忍者新人初击在近期更新了 忍树特别修炼第15弹 山中井野售价17元 玩家购买后可以在线上大厅的墨业忍者村 选择忍树资料馆设定新师傅 通过拜师并累积修炼点数 便能让自己的原创忍者 获得山中井野的独特忍树 武器和服装 该忍树特别修炼系列 此前出过自来野 原飞日展大蛇丸 牵手铸肩 波峰水门 与之波斑等知名忍者 目前回应忍者新人初击 摄像特惠评室低67元 中美合拍 抱歉 看错了 中日合作的国产恋爱视觉小说 泡沫东景 近日上架team 预计2020年1月3日期所发售 本作的游戏背景 设定在1988年 泡沫经济下的日本东京 一名高考失败来日寻找机会的 中国人和日本小姐姐之间的故事 他们都接受了一项 实心400日元的奇特工作 需要在一座破旧房屋内共同生活一年 于是开始了同居生活 游戏的剧本来自日本游戏制作人 骗刚志 代表作为 水仙银色120日元系列 近期 steam还上架了一款日本冒险游戏 黄昏 游戏预计2021年2月26日 解锁发售 本作的灵感来自于日本插画师 Nokras的东方风格幻想城市系列作品 游戏中玩家可以自由探索神秘的东方城市 在这座无人类生活的城市中 你可能会碰到猫咪 通过交谈获取更多城市的相关信息 并且玩家还需要沿途收集飞艇所需的动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访问YXCCG 售买75折充值卡和高折扣CDK的微电和微信小程序 那么我们明天再见吧 我们下期见